各位編民們好 看到對面的地鐵站 甚麼地鐵站呢? 其實就是砲台山地鐵站 大家可能猜到我想去哪個地方 我真的去那個地方 不過我今天想想 砲台山北角這地方 很多舊商場 例如英王中心商場 我聽到的名字很高級 我想穿過商場 看看舊店 因為其實很有特色 大家也可以看看 例如說這些 10元、5元 為甚麼是5元 我還看到手錶 不是說5元的手錶 不是那麼誇張 大家真的可以來看看 5元的手錶 難道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還有很多DVD、VCD 現在大家可能看Netflix 也未必需要買碟或租碟 也有中醫診所、理髮店 也看到腳底按摩的店 我也不會進去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自己看一看 我其實很喜歡舊式商場 因為大型新的商場 例如地鐵上蓋、新屋苑 其實很多商場都是千篇一律 連鎖店 但你走這些商場 有感覺之餘 還有很多有特色的店 我自己喜歡尋找隱世錶行 就算是其他舊的店 我也很有興趣 穿過英皇中心商場之後 看到斜對面有大家熟悉的City Garden Hotel 即是城市花園酒店 對面又有另一個小的商場 其實我今天是去長達標行 其實隱世得來 距離地鐵站又不是很遠 不過我今次就不逛街了 我要穿過城市花園商場 很多地產店 真的是不是中產的天堂 那麼多地產店 那麼多資訊 大家可以去看看吧 好像我走二手標行 看看行程有沒有減價 我剛才也看到它寫著 減價順盤 大家喜歡 買樓置業的都可以去看看吧 真的很多林林種種的資訊 拍一拍 讓大家自己去看看 總之普遍都是千多萬 單納花園千多萬 城市花園千多萬 總之就特價發售 大家自己去看看吧 不過我們今天也是看標要緊一點 標有沒有減價呢 終於來到長達標行 每次來到都有點驚喜 這一格就轉了 之前我都不記得賣什麼 但現在就看到原來 100元左右 就有些好型的NATO帶 膠帶給大家選擇 對呀 有時買錶可能沒有錢 換下帶就像大了新錶 也有很多折扣優惠多的TIMAX手錶 其實我最有興趣的是 裡面的三罐 好像可樂、COA COLA的TIMAX罐 最有興趣的是那三罐 TIMAX的標 其實幾百元已經有了 又看到ORUS的手錶 其實老闆之前跟我說過 這些標有大優惠 其實幾千元 一萬元以內已經可以入手 其實都是一萬元以下 慢鬆一點的價錢 不再說了 總之大家有興趣 便可以來到 問問老闆便知道 例如Morcharo這款 也還有 外面之前也說過 比較少 大熱天時終於來到 有冷氣 看到這一格 就放了C9海鷗的手錶 包括1963的飛行員手上鏈手錶 還有軍錶 大汗洪峰這個版本 之前也說過 還有潛水錶 其實海鷗是有不同的系列 潛水、飛行員手錶 斯文錶也有 遲些再介紹多些 也有電視面的手錶 彩色面、黑白也有 總之最新也有海鷗的手錶 下面擺著以前也見過的 就是Hamilton的手錶 寫著招架八折 全部都有折扣 發覺都清了不少的貨 現在還有幾隻 也不多 大家都可以來看看 我想頭盔也是招架八折 如果大家想拿著頭盔 戴著頭盔 可能也是八折 我最喜歡當然是 Cargifilmechanical 首上年的手錶 也有飛行員的手錶 潛水錶 還有PSR版本 PSR雖然是電子錶 但在Hamilton的Catalog 都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手錶 很有Retro Futuristic 復古得來又很潛衛的設計 大家也可以來看看 還有其他的手錶 其實也有很多折扣 不過不會一一進錄 總之大家記住 來到就說 看過黃先生的影片 看過Wildwatch World的頻道 一定多些優惠老闆會做 同區說了 大家不需要擔心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好像今天介紹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影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力 大家下次來到炮台山的長達標行 也可以順便走一走附近舊的商場 也很有特色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